嗨! 大家好! 今天不得了,我們今天起了個大早 要來吃早餐,午餐吃到飽 而且這間店就我所知,是目前我拍過最便宜的 早餐只要65,中餐只要85 那我昨天其實已經有來過了,但是我跑了個空 因為這間店是粉絲丟給我,但是他這間店太特別了 他就是感覺是鑲嵌在一個市場附近的 然後他是沒有那種店名,然後他只有給我地址啦 那我就過來了,結果我就發現說 他好像只開到中午而已 那我們先趕快進去看一下到底吃起來如何吧 夠?老闆你好 一位是 可以選主菜 80塊,好 其實你們這裡的用餐時間是多久啊? 沒有,沒有限時間 好,謝謝 現在來拌一下菜色 義大利麵炒飯 酥皮濃湯 馬鈴薯 櫛瓜 麵包 香腸 還有煎餃 還有煎餃 蘇菜 這裡還有蛋 但是感覺是老闆一個人在料理 還有火腿啊 這裡有這個 哇,鴨血 鴨血豆腐 酒 然後 還有這個 香腸飯 其實 80塊可以吃到這個很了不起耶 好,應該位置是自己長 老闆 老闆隨時在補新的東西 剛剛烤新的人 終於讓給我位置了 不過 因為這邊都是材質住室啊 所以可能 前一個人的 會比較 對 要幫他整理一下 沒關係 好啦 做定位啦 基本上這個價格 所以我是覺得沒什麼好嫌棄的啦 這個真的是 外面這樣一盤 大概賣你 早午餐店 至少也要180幾條了吧 這個白盤 你看這個肉 隨便你夾耶 而且這個蛋 好,我們馬上來試看看這個 老闆的主意 因為老闆其實就是 在後面一直製作 基本上就是一些 家常的配料啦 我回 試一下 就是跟超市 賣的是一樣的味道 淡淡的香味 小香腸 熱狗 哇 就是它那個檯面上 是沒有那個 保溫設備的 不過因為它就是 一直有在出新的啦 所以你就拿新的 這還比較熱 像這個就放了一架子 所以就是涼涼的 然後整體它的這個 調味啊是比較 偏油膩一點點的 因為老闆感覺就是 下油沒有在手軟 所以就是它的油感 會比較 煮一點點 然後因為就是 採蜘蛛式的嘛 旁邊是有那個 免洗餐具可以拿 他們這邊只有提供免洗的 然後吃完的話 應該就是要出去 自己回收這樣 剛剛老闆現煎好的蘿蔔糕 超級脆 再一個嫩蛋 烤油啊 這整個就是油感十足啊 不過它旁邊有那個 番茄醬啊 什麼的一些調味醬 都可以自己加 瓜哥 其實真的外面那個早午餐店 這樣賣你一盤 一百起跳 絕對不會為過 不是你在外面 你要點到這種 不要說那種比較精緻的早午餐 好了 你一般的那種早餐店 這些也都是很常出現的食材 這樣子點起來 應該也不可以 感覺這邊的就是客人啊 都是街坊鄰居 就是附近的那種 住戶啊 然後剛剛我也有訪問到就是 上給我這一桌的客人 我問他們說 他們很常來嗎 他們說 對 蠻常來的 但他其實是10月2號才開幕 然後那時候 價格好像更加便宜 然後問他說 之前不是65塊嗎 怎麼現在變80 因為今天 我是付80 然後他外面也有一個布條 寫說 午餐是付85 但他跟我 當那個客人弄的說話 就是 早餐跟午餐的那個 菜色好像是一樣的 就是他 所以老闆就隨心情去上 他到底要上什麼 這樣子 好那我們再去拿第二回合 OK 那我們第二回合呢 也是拿了一些 就是新出的菜色啊 像是這個 法式吐司的樣子 然後還有這個 蛋餅 直接都是可以讓你拿到飽的 很爽耶 然後外面這樣一份一份點 對不對 有時候你也不能吃多 這邊就可以幫你切好 你今天想吃一點蛋餅 對不對 還可以中西式合併 義大利麵 鴨血 炒蔬菜 好馬上試看看 熱騰騰的 法式吐司 它這個外表真的是 感覺沾了非常多的這種 蛋液 然後去煎到酥脆 OK耶 因為這剛做好的 所以溫度剛好 然後它外表還放了一點 那種平價蜂蜜 就是吃起來是一個平價的味道 再試一下 哇 煎好的那個蛋餅 那也是煎得恰恰 也是上了蠻多的油 試一下 它外表的邊有點脆 然後中間又有點嫩 就是它完全沒有煎到說 特別焦脆啊這邊 但是它在這裡 邊邊啊很脆 所以咬下去的時候 你可以吃到兩種口感耶 就是有脆也有嫩 就是有脆也有嫩 再試一下櫛瓜 可以切得超厚的 鐵板麵直接變成 意大利麵的早午餐的感覺 吃起來就是跟外面的早餐店一模一樣 吃起來就是跟外面的早餐店一模一樣 壓血 壓血也滿嫩的 壓血也滿嫩的 就放在那個保溫的鍋子裡面 炒蔬菜 就像在家裡面吃晚餐一樣 炒起來就是非常的酥脆 吃麵包 但這種就是 感覺比較多湯湯水水的東西 我不應該這麼倒窗 就是它會讓你的盤子 有比較多水啊 會影響到可能接下來的味道 但是我也不好意思一直換那個盤子 所以我們試一下麵包 太誇張了 這麵包裡面是有加這個堅果的 還有這個蔓越美肝 一般這種 步調性的這個麵包 不是都比較來的 沒有那麼的評價嗎 就是比較健康營養劑 外面買一條也不給你吧 這也吃得到耶 我們第二盤結束了 那我們馬上來看一下他們的飲料區啊 有什麽好喝的 OK 好第三段 我還是拿了一些中西式合併的 因為這邊真的是 什麽都有耶 就是你如果今天 想吃粥的話 這也有 而且它的這個小菜呢 其實 呃 該有的也都有 就像你看 這個脆瓜 然後菜脯蛋 土豆仁 豆棗 還有這個油豆腐 大家來的話 應該所提供的菜色也不一樣 就是看老闆當下的心情 然後還有腳白筍 哇塞 太誇張啦 好那我們來試看看他們的粥 吃起來如何 粥本身沒什麽特別的味道 但是它煮到非常的黏土 然後裡面稍微放了一點點的地瓜 或是南瓜之類的 然後其實因為 我進來的時候 看到有其他客人 跟其他客人併桌 所以其實這裡也可以當做一個 就是交流談心的好地方 認識新朋友 而且就在我正對面的 原本是不認識 然後也是說 欸吃飽了吃飽了 對不對 互相聊天聊起來 你好你好 下一次對不對 一起揪來吃這個吃到飽啊 好那我們來試一下油豆腐 嗯有的火也是放在那個 滷鍋裡面 保溫做得剛好 然後汁水也是吸了非常的多 那個滷汁啊 然後這一段我有重複拿來 就是這個 霸式吐司 因為我覺得蠻好吃的 還有這個蛋餅 那我們來試一下 還沒吃過的這個 馬鈴薯沙拉 哇吃起來真的是 都是家產的味道欸 因為我其實以前也是會吃早餐的 現在只是 習慣都只吃晚餐 那這個 那我回想起以前國小的時候啊 在家裡面吃早餐的那種感覺 嚼白鼠 飲料我們炒啊 哇老闆又炒了一個高麗菜 再把這些配粥的小菜給他丟進去 攪拌一下 什麼味道都吃得到 哦土豆仁超級脆的 配在這西飯裡面 咬起來超香 上了一個不得了的東西 酥皮濃湯啊 哇 我要去拿一個 哇塞 我要玩那個酥皮濃湯 因為這酥皮濃湯他們是那個老闆現烤的耶 哇很厲害耶 這 吃得到這種 平價牛排館的這個 濃湯感 哇而且這旁邊都很燙 所以要拿那個 他們那個夾子來夾 來夾 我們來試看看這酥皮濃湯 酥不酥 聽看看 有啦有酥 剛烤好絕對酥 超香的 就受不了了吧 因為這肯定很燙 我先讓他 涼快一下 那我們的這個 盤子不能空 所以我再去拿一點 應該是第四輪了 有人併桌了 你好你好 不好意思 拍片 太多人了 因為外面 外面都一直在排隊 你有來過嗎 沒有耶 沒有 不好意思 讓你看我吃東西 不會 那我們拿了第四輪 因為真的人太多了 所以其實我大概吃完這 雖然沒有到吃到很飽 但是我就是 稍微讓大家知道說 這裡有一個這個便宜的好地方 那來的話 菜色都是不固定的 然後 他不限用餐時間 就是 吃飽了就可以差不多撤了 那種概念 然後老闆都是在那邊現做 所以其實 我也不太確定 這個價格到時候會變得怎麼樣 因為我原本 它布條是寫65 然後也有寫85 但是我們今天用餐的消費是80塊 對 就是這樣 然後我就拿了一些 還沒吃過的 像是炒飯啊 高麗菜啊 這個酥皮濃湯 我們都先介紹這幾 然後還有這個 剛剛覺得不錯的 脆脆的蘿蔔糕 然後再加一點他們的番茄醬 試一下它這個炒飯 它上面有一些蛋耶 就是真的是炒到 焦香的那一種 炒飯是涼的 雖然溫度是冰涼啊 但是我覺得味道是不錯的 就是 如果它是剛做好熱的話 應該是 滿好吃的 搭配剛剛兩邊炒好的這個高麗菜 確實有幫它做到回溫的效果 吃起來就是溫溫的不會到太糖 試看看這個酥皮濃湯 裡面其實用料算是還滿豐富的 有這種 玉米粒 然後馬鈴薯粒 跟整片的這個酥皮 我把這個酥皮直接泡到軟爛掉 大家如果吃酥皮濃湯 是會把它丟進去的嗎 還是就是邊喝湯邊吃外面酥酥的感覺 滿濃的 就是跟平價牛排館喝到的差不多 老闆來放這個生菜沙拉 80塊真的是 太誇張了 還是其實老闆是來交朋友的 就是附近的這個街坊鄰居 都跟他變得好朋友 好 我們餐具就可能要自己收 把桌面維持乾淨 然後我們下一位客人 就吃得很開心 好不好 OK 吃完啦 那我們今天呢 真的是我覺得是太超值啦 那後面真的都是在排隊 所以建議大家盡早來好不好 那我真的是覺得 希望他不要漲價來 然後也希望大家來的時候不要撲空 因為其實他這種比較沒有店名的店 有時候呢 老闆搞不好開店都是看他的這個心情 所以大家如果喜歡看這種吃到飽吸血機的 鈴鐺鍵訂閱給他起來 我們下次再見 大家掰